在歌坛,王妃一直被人称为是月坛的天后,虽然她的视野一番风顺,但是感情却是一波三折。 众所周知,王妃有过两段婚姻,都已离婚收场,早年与窦薇的一段婚姻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。 婚后虽然生有一女窦秋童,但两人却已离婚收场,之后明早遇事的王妃和谢霆锋传出了姐弟恋, 但是因为当时的谢霆锋还太年轻,给不了她安全感,所以兜兜转转都没能开花结果。 之后谢霆锋和张柏芝走到了一起,两人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孩子,而王妃遇上年轻潇洒的李亚蓬, 两人坠入外河并四顶如生,甚至生下了女儿李嫣。 婚后的王妃和李亚蓬原本以为两人能够一生一世,但结婚之后却不尽人意,无奈最终两人和平离婚。 王妃从两次离婚到与谢霆锋重序前缘,如今两个人十分的低调,从不主动秀恩爱,面对舆论的压力, 王妃谢霆锋只能私下牵手六味,玩浪漫。 谢霆锋在公众场合更是很少谈及王妃,但偶尔被网友拍到照片,以至冲光满面,显得十分的幸福,如今三年过去了。 谢霆锋和王妃的感情也日渐稳定,虽然王妃两次离婚都没有要两个女儿的抚养权, 但她和两个孩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,并且两姐妹的感情也很要好, 王妃也经常带着她们去旅游,其实在做母亲方面,王妃也算不错的啦。